這裡好漂亮喔 Ice Village 冰的村莊 所以這 這裡面都是用這個冰做的嗎 我們來到這個冰的村莊的時候 它是白天 其實在夜晚更美 配合了燈光 配合上這個冰塊的這個剔透程度 而且它其實非常有趣 它有冰的咖啡店 有冰的學校 有冰的教堂 甚至還有一個冰的咖啡店 原來來這裡是要學調酒的 不過在調酒之前 居然要先做杯子 我知道 冰的學校 冰的學校 對 在製作的地方 你去做冰的 冰的 冰的 最初從這個樣子 用飲料 給你做 可以做成這樣 可以做成這樣 對 真的 喝酒 然後去酒吧自己喝 這麼棒 做冰杯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 去用雕刻的東西 就是 就是 做得非常好 我的中文名字是 租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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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說跟他介紹可以去上網查 叫他一定要打租名 不要打到原租名了 原租名 要找到很多人 好的 因為我是自詢為台灣民宿界的租名 對 所以我覺得我雕刻出來的作品 應該是 會滿不錯的 應該那個 杯子會非常的有型 你亂做 我做得這麼漂亮 你這麼亂做 我想要做一個像 木頭紋路的感覺 不過老實說 我的作品其實雕刻得還不錯 我幫他取了一個名字 就叫做 樹枝 水的墓碑 樹水的墓碑 對 用冰塊做 可是它是像木頭的 木頭的感覺 昨天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做完了這個杯子之後 我還滿喜歡的 因為它的整個線條 跟它的不規則感 真的非常的自然 尤其在燈光底下照出來 我覺得那又有另外一種效果 那做完這個冰杯之後呢 接下來 要進入重頭戲了 就要去調酒 老師 你好 鳳姐 鳳姐 我們現在想要來學做這個調酒 有什麼是在這個 頭紋路裡面最流行的 大家最喜歡的 我們可以做給大家喝的 對 這裡是青藍的記憶 老師推薦的是青藍的記憶 青藍的記憶 首先是 一杯就可以了 一杯就可以了 一杯小杯的就可以了 OK 然後 蘋果汁 蘋果汁 北海道長 好 謝謝 就這樣 藍色的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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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輕輕的 分開的顏色 對 分離 這裡完成 其實在這邊調酒 它是屬於比較簡單的一個調法 最主要調酒就是要調出當下的氣氛 所以我們選了一個Blue Memory 它就是冰屋的感覺 有點藍色的燈光 上面再配合北海道新鮮的蘋果汁 喝起來的口感真的非常棒 今天的行程真的很讚 我想接下來他們 應該就要準備叫我去找 Yamaki-san 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還夢到他 他的飯店 努力吧 乾杯 學習完調酒了之後 天色也晚了 冰之春也越夜越美麗 而我學習料理的課程 也正要開始